眼前这只平头郭大美猫就是招美 因眼神细感有故事 有因长相酷似冯公老师 因此爆火 还被大家称为冯招美 招美是在2014年在四川梁山一族自治州招绝县河 美国县山区抢救回来的一只野生大熊猫 刚就回来的时候 招美有着二至三岁的年纪 体重却只有40公斤 又后知前段有损伤 招美被救助的时候 确实挺狼狈 都看不出来熊样了 没想到被救助回来后 直接暴改 成为了白富美 基地果断安排入边 招美对外界环境十分警惕 不管招美在干什么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招美就露出惊讶的表情 很警惕 同样都是拽眼镜 招美给人的感觉是警觉 可气在给人的感觉 就是心眼超多 有800个心眼子那种 别看招美是个自带喜感的大熊猫 她可是有着很多追求者 招美可是那个海归女装大佬 美兰爱而不得的女熊熊 美兰和招美做邻居的时候 美兰大姐使尽各种招数 一心想要吸引招美恋爱造小熊 结果直接被招美无视了 美兰在熊猫界可是男女通吃的 有男熊一见物终身 面对女熊时 美兰也能迅速地获得她们的方形 奈何在招美身上使出浑身解数 就算熬到退休 也没得到招美的方形 招美只对阿宝情有独钟 没错就是那个 被老丈人气在把耳朵咬成斑手心 而火出全网的楼阿宝 招美和楼阿宝一见钟情 生下了两个宝贝金箫和金宝 招美也是一个母性极强 温柔又有耐心的妈妈 每次生完宝宝 都在帮忙带肝仔 而且势如己出 宝宝在爬木架的时候 招美害怕宝宝有危险 便阻止她 可宝宝还是想往上爬 招美便直接爬上木架的高出 守护着宝宝 而现在自己除了带小金豆 还要帮美伦带小熬拜 小熬拜是很幸运的 招美妈妈母性强 性格很温柔 教育方法也得到 虽然招美是野生大熊猫 但她温柔母爱式的带娃 让金宝金箫那么优秀 还把轮辉当亲儿子呀 招美真的是个超温柔妈妈 对每个宰宰都耐心温柔 孩子在调皮也不发脾气 对每个宰宰都是一视同仁